各位 今届立法会选举结束正是进行点票 总共有大约220万个选民投票 投票率是大约58% 比上届高大约5个百分点 是力量最高 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 就有大约198万人投票 投票率是57% 亦都比对上一届高 根据选管会截至4点半公布的点票数字 在有陆席的港岛选区 暂时得票最多的头8位候选人 叶刘淑儀有9千多票 第二位是罗冠聪有7100多票 跟着分别是张国军 许志峰 郭伟强 陈淑中 王维基 郑感满 而有5席的九龙东 郑伟俊和阿创成暂时都有32000多票 排之后的分别是胡志伟 王国健 谭文豪 王阳达 谭德志 和陈宅涛 立法会选举投票夜晚10点半结束 但多个票站仍然有大批市民排队 其中在太古城的票站 近凌晨2点半 所有在截农之前排队的市民 才完成投票 期间港岛区的点票一度暂停 选管会主席冯华说 是因为太古城的票站比较小 就事件自协并且会检讨 上届2012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时 在太古城是借了一所中学 做主要的投票站的 但今届这所中学是拒绝借出的 太古城全区只得一所中学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小的场地 事实上我可以说 今次的安排是不理想的 所以选举会一定会详细检讨和跟进 选举发信看到这里 我们会继续跟进立法会选举点票的最新进展 各位早晨 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香港早晨 早晨梁海宁 早晨梁荣文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天气仍然是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